决定戒烟是突然一下子一根不吸好 还是慢慢的减量好 这是好多戒烟的朋友关心的话题 今天呢咱们就说一说这个话题 实质上一说到戒烟呀 张大夫自己常劝人戒烟 吸烟呀好多朋友觉得 增加呼吸道疾病发病几率 其实你不知道增加心脑血管疾病更明显 我们呢时常接触的很多的心梗脑梗的患者 实际上好多都是吸烟是一个主要因素导致的 所以说劝广大的健康的吸烟人 和已经有了高血压高脂血症 糖尿病尿酸高这些危险因素的人群 以及已经诊断了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人群 都要戒烟 烟呢最好咱们戒掉它 但是在戒的过程中呢 到底是一下子我们就不吸了 还是慢慢解 当然啊作为我个人来说呢 我觉得如果说您真的能一下子就不吸了 没有问题没有困难 当然好了 那您从今天开始咱就别吸了 但是有很多人做不到 为什么呀 因为尼古丁的成瘾性啊 某些研究提示 它比这个马飞的成瘾性还要强 所以说好多人他是真会抽烟 而且呢是真成瘾 他可能做不到 一下子就不抽了 甚至有的人呢戒几天又复吸 这就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尼古丁对人体的这种成瘾性高 那既然很多人做不到一下子就不抽了 没有那么强的意志力 或者说成瘾性比较高 那么应该怎么正规 或者说怎么科学的来戒烟呢 我个人觉得 其实大家现在除了靠自己这种意志力的干戒 还要考虑这个戒烟门诊 这种正规的戒烟的方法 为什么呀 因为干戒的成功率太低 的确是有 我说到这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人 他会在评论区写 他就是干戒成功的 但是这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吸烟症 对于很多吸烟症呢 他们的这种成瘾性更高 所以说呢就要求助于专业的机构 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呀 全国各地 大小医院好多医院都有了戒烟门诊 大家呢可以到戒烟门诊 比如说他像这种行为干预和药物干预 这种双重干预 现在是相对来说比较科学的这种戒烟方法 因为呢 在一些药物的使用之后 还要有专业医生的这种督促 以及平时的鼓励 以及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处理 比如说吃一些戒烟药物 或者说使用一些戒烟药物 中间遇到一些问题 遇到一些状况 应该怎么处理 这都需要专业医生的这种支持和帮助 所以说呢 张大夫这个视频 今天呢想对广大的 有吸烟习惯的烟民们说 想戒烟 如果真的能一下子就不抽了 靠意志力干戒 那当然是最好的 那很棒 那咱就不抽了 而且呢 后期注意不要复吸 如果说做不到 逐渐减量的同时 可以考虑到专业的机构 寻求专业的帮助 尤其是现在靠谱医院里的一些戒烟门诊 的确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只有烟戒了 说实话 才能明显的降低将来 50岁60岁发生心梗 脑梗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几率 才能降低发生肺癌的几率 才能降低各种疾病的发生几率 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希望今天的视频呢 能够帮到手机前面那些吸烟的朋友 能够帮助大家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不错 也可以点击关注和收藏 也可以转发给身边有 类似问题的亲朋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张震佑大夫 大家内容 在这里 我亲身是什么 我亲自从这种 contrôle 我讨厌的 我讨厌的 我讨厌的